狮子大家都知道,这是草原上的一个霸主,没有什么天敌,非常的凶猛,经常集体出来捕猎,其他动物见了都得躲着走。 而大象则是现存陆地上体型最大的哺乳动物,虽然是吃草的,但生气的话还是很恐怖的。 一般来说,狮子并不敢去招惹大象,但有时候实在是没吃的,也会冒险对大象下手。 国外就有这么一幕,14只狮子围攻一头大象,大象一发怒场面失控了,这头大象看起来还没有成年,在河边被狮群欺负,不断地被攻击,甚至还有狮子起到了它身上,团团包围,可以说是寸步难行,但大象毕竟还是比较强壮的,虽然有被阻挠,但还是走到了河边,本以为会被狮群给拿下,没想到一发怒也把这群狮子吓得不轻,不敢轻易靠近。 在水中,大象还是有一定优势的,只见狮子没放弃,走了一会儿,突然一转身,吓得狮子也是四处逃窜,看来大象果然还真不好惹,记得关注转发哦。